大家好 我今天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请了两个咱们大陆的朋友 而且这两个朋友在英国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是两名优秀的护士 而且这两名护士他们有千言万语的 我想跟咱们朋友说 想跟朋友介绍一下他们在第一线上工作的所有的情况 而且我心里特别激动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这个 大家伙也肯定特别想知道 在英国的这些护士们是怎么工作的 是怎么进行抢救这些病人的 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 我就请他们俩先介绍一下他们俩自己 然后让他们俩带着深厚的感情 对祖国人民深厚的感情 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工作的情况 好吗 谢谢你们 好 那你们俩介绍一下吧 好吗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亮 然后呢 我中文名呢 就是大家叫我刘 然后我现在是在博明汉的一家医院里面 叫那个University Hospital of Birmingham工作 大家好 我叫陈南 我跟Ryu是同事 我们也在一个科里上班 我们俩在科里上班有多久了 你还记得吗 应该有两年吧 我们前后认识有两年吧 对 对 两年多了 浪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护士 她呢有很多的经验在护士方面 就是她是非常优秀的 她已经做这一行已经超过20年了吧 对 她都已经超过20年了 都20年了 对啊 她呢是 对对 我叫她姐姐 因为她可能资历啊 年龄方面比我大一点 然后就是她的经历很充足 都已经超过20年 那我呢 我其实做这一行呢 没有几年 也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 因为之前我是做那个餐馆那一方面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说我也要 想要呢 就是走到英国主流社会里面看一看 然后后来我就学了这个护士这一行 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 我也挺喜欢就是帮助别人呢 照顾别人这样子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自己 我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合格的护士 在中国读的书 然后当时在以前改革开放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走出去看看那么一个出发点 然后就跑到新加坡去了 也是通过政府委派的 去新加坡待了几年 然后从新加坡那边又过来 再到英国这里炸个根 所以现在来英国已经19年了 将近20年了 那你们俩能谈一谈这一次疫情期间 你们俩是怎么着 就是说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 而且抢救了很多的病人 能谈谈你们的感受吗 在这次疫情当中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他面六是非常棒的 他很有发言权 因为他比我年轻一点 他经历很旺盛 所以他就出了上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我命名叫富汤吧 就说正常的就是一个礼拜五天 他还加了很多班 这样也帮助了别人 也帮助他自己了 所以他在工作上面是任了任怨 做了很多事情 我呢就是干了自己的本分工作 稍微加了一点也加了不太多 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一行呢 如果你想干 基本上24小时都有的干 每个礼拜七天 是不停的都有帮可以上的 这次疫情的时候 你们到底有多忙啊 而且你们这个有多少感觉 而且就你们谈一下 咱们这边的英国这边的医院 都是怎么去抢救这些病人的 而且你们的贡献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大吧 遇到什么困难 对跟大家跟朋友们说一说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是啊 我觉得政府也很有给力 医院各位领导也很有给力 把一些不必要的部门都关了 所以要来应付这个疫情 比方说我以前在一个出院带药的地方 就是说病人已经病情好转了 或者康复了出院了 再等这个药盘给药 那中间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在那个部门就专门负责检查他们药 是不是这个剂量啊 各方面是不是和服他们将来出院以后使用 那么这个部门后来就关掉了 还有一些不必要的手术也是停掉了 手术室 手术室也那些人员也关掉 就是都把这些人员都集中在应付这个抗议 抗议的这个上面来 对还有一家医院 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学有一家医院 就是整个医院全关掉 但是都是用来应付那个 日期排期的手术治疗的那种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所以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集中内容 用在这个抗议的上面 所以我觉得医院也非常给力的 好 就是我分享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说刚刚兰兰她已经说了 就说了说 其实英国是我们龙班子的话 就是护士是12小时 英国是12小时的上班值 Fortime是37.5小时每一周 然后一年也有6到7个星期的就是annual leave 就是我们叫做年假 那我是的做这一行就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们大部分同事来自世界各地 你看还有印度的 有巴基斯坦 有非洲的 然后像韦内瑞拉 然后就是那些 对很多很多不同地方 就是护士真的是 护士跟医生来自世界各地的 还有中东的 那其实有点点滴滴 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感动的 就比如说我记得在第一次 Fort pandemic 是在3月份的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过了冲击是2月份吧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严重 但是呢 就到3月份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让我们说 你们都要戴口罩 或者怎么样 这样子 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紧张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恐慌 然后呢 我记得举一个小例子 就那时候就每天我们那个卧腿里面 就我们那个壳的每天就是接收这种新冠病人 然后呢 你就有时候比如说就是那些老人家 你看到他真的是不能呼吸的 那个氧气打得很高 就15 15L那个氧气是很高的 然后他已经快要走了 他还没有意识到 或者就是人的那种求生欲 你看他的眼睛就很难受 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下 我还是会握着他们的手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老太太 英国老太太 她就握着我的手 她就问我说我真的要死了吗 我说你不会死的 我说啊 我说你不会死的 你要将前 然后呢 后来就是很多那种场面 你在病人临终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 你要拿你自己手机去给他的家人webcam 或者facetime 然后这样子让他们有个连接 能够看看家人 反正是很心碎的 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 诸如此类的这种情景 真的是当时是因为我是一项的那个护士嘛 然后就是当时当时呢 我们是都都蛮开心的 是怎么个开心 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 但是你像我们有那个医生啊 Junior doctor consultant 还有那个啊 就是啊 对啊 还有啊 我们都特别的团结 对吗 每天虽然是吃的很恐慌 电视上面每天报道有多么的恐慌 这个有多么严重 但是大家还是齐心协力 还是面带笑容 我们就说在一起真的是那种teamwork 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在一起工作 那种场景是非常让我难忘的 嗯 对 这是我的感受 我的体会 从三月份 三月份到五月底才完了 五月底然后解分之后 又松动了两个 一两个月吧 松动了一两个月的时候 第二次就又来了 然后也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说 因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 然后我的病人 就有一天呢 我的病人是叫那个Dementia Dementia就是老人 他有那老年痴呆症叫Dementia 然后Dementia的病人呢 他老这个不戴口罩 他不听话 因为他有那个我忘记那个数字了 记忆力解退 记忆力和认知方面有问题吗 对 然后他就比如说乱喷 乱喷这个口水啊 或怎么样子 就是走来走去 结果第二天呢 我呢跟我的一个助手 就是一个health care assistant 我们俩就同时中招了 对吗 然后就我病得很厉害 然后我病得很厉害 我有两周 我在床上是bed band 就是两周呢 我下不了床 我吃不了饭 然后一直发高烧 那就是说你也被传染 然后后来我妈呢就哭啊 在电话里面 她就觉得好像是要见不到我了什么的 然后那种 但是真的 我相信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基础疾病 另外呢 我觉得我也在帮助别人 而且你做这一行哈 在英国就是做护士呢 不像在 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运作的 但是就是在这边 就是说医治你要看到病人死去 然后打电话叫他们把病人接走 对吗 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病人 就是这样走掉嘛 死去 然后你看着 眼睁睁的看着感受到这一切 说句实话 我是没有什么恐惧的 我觉得 其实真的人就是 人会生来 也会有一天也会走掉 吃早而已 我没有那么恐惧 我觉得挺平淡的 真实说实话是这样的 嗯 但是第三个 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慢慢的我就好起来 有食欲了 想要吃饭 第四个星期我就回去上班了 哎呦 因为这一次他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也是基于他的身体好年轻 嗯 所以呢他的贪腹的很快 如果是一个或者年纪比较大的老头老太重的灶的话 不一定有他们这么好的效果 对对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自己上班嘛 除了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全职以外 他还加了很多班 哦 所以可能在呃 有个时候跟病人接触的机会是非常的多 对对对对 所以他所以就不幸的就中了一次招 但是我呢 就没有他那么 嗯 嗯 我就比较清晰到现在都还是阴性的 没有从来没有得过 嗯 家人也没有得过 嗯 那真是的 在我们上班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有三至二的职龙都有这个阳性的可能 对对 不管是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还是这个护理员啊 嗯 或者是说搞卫生的 这个人数加起来 我我我问了一些同事 基本上都说得过了 不管是第一次 或是第二次 他们都有得过 哦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冠 嗯 我新新冠呢 是是挺可怕的 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注意啊 你要怎么怎么样 呃一般年轻的来说哈 我觉得你没有基础疾病的话 而不是很 不是很 没有关系 都会好起来 关键我有一点是觉得什么 就是你的血液 叫Oxid saturation 你还记得吗 Oxid 因为每天要就是量病人的这些体温啊 血压呢 什么就是Oxid saturation 对 如果这个不会降到血氧不会降到94%或96%以下 那你就很可能就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一般他最怕的就是你这个血氧降下去了之后 然后比如说掉到80%了85%了 那我们一定要给就是high flow oxygen 就是那个oxygen要有15个liter对吗 嗯 是对 是确实是经历了挺恐慌的 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 嗯 那个时候我就呃 呃 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就不看电视 BBC 因为你每天打开BBC新闻对不对 他就会说呃 你今天要死了多少多少热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说的很恐慌很怕对吗 然后街上去上班的话也是很寂静 就没什么人开车 嗯 但是我还每天开车去上班 嗯 然后呢我就尽量想要positive对吗 嗯 不要害怕因为害怕解决不了什么 然后对呃 呃 那个时候就是人们都挺恐慌 然后再加上BBC的新闻也那么可怕 嗯 哎 但是呢你觉得当你一下子穿上工作服 进去那里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就还是很positive很积极的 在小伦去面对你的病人对吗 嗯 嗯 这些病人的所以啊 还有这些病人的家属 得多么感激你们啊 是吧 因为他们临死前 他们都见不着家里人 只能见到你们啊 对啊 所以这个时刻的时候 你们都给病人了什么样的力量 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亲情 这些都是护士 本来都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因为病人的家属 没法来去跟他们来告别了 所以这些工作都轮到你们身上了 当时 是啊 对 对 你想要补充吗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们不能来病房 每天天天打电话 你知道那个就是护士的工作量 这一年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每天要接病人家属电话 要安慰他们 对 然后同时你要照顾到病人的情绪 对吗 对 对 然后呢 就是英国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就非常高 就是他要求很严格的 我们是受NMC控制 对吗 就是说要每年 你就要检测你合不合格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呢 你看就是医院也挺给力 就像你说 而且英国人也很慷慨 他们会捐赠一些iPad或者iPhone啊 就是每个病房里面 都会派一些就是让我们随时如果有病人的家属 就是有这个意愿想看看他们家人 我们都会打开这个webcam或者Facebook 对吗 对 让他们有一个连接 然后我们要安慰他们的情绪啊 反正总之挺难的真的是特别难 现在自从打了这个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好像刷一下就下去了 一下就突然就这些肺炎这病人这个感染率就下来了 以前我们工作那个病房是就是专门收这个肺炎病人的 所以每个病人都是阳性 后来在这个疫苗打了以后就是一个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期间 那个感染率就突然就下来了 然后病房就做了一个彻底的清理消毒 就是下来了 注入的病人都是正常的 但是疫苗还真管用了是吧 真的很管用 一个是疫苗管用 另外一个这个政府也认识到了它的这个严重性 然后英国政府我觉得它还是蛮就是说对老百姓的生命对吗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蛮负责的那种也挺好的 然后挺给力的真的就是这个资源都很充分的 你看他说打就 然后像给我们医生这些护士医生打 然后就是说在各个社区 像那些像那些care home residential home care home nursing home 对吗 一层一层打下来是对不对 都会给给到 其实确实是啊 当然我们也作为AHS的议员 我们也特别proud of这个AHS 它确实里面又发生了太多 许许多感人的这种故事对吗 啊 其实这一次疫情中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大家齐心协力 把一些不必要的日常的服务都减掉 比方说一些门诊啊 还有什么sexual health 就是什么普通的咨询啊 全部都关掉了 那些人全部到病房里来 就是为这个疫情 因为他那个而且就是说他对 因为英国他是这样就讲 那么大家可能就是说 我们给就是可以就是也是可以介绍 或者普及一下就是说什么说呢 中国和英国这个health care system 就是他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中国呢 我看就是你经常看别人的孩子传论去 去那个医院对吗 去看病 但是这边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有病了 你先给医生打电话 你叫GP GP叫那个general practitioner 你给GP打过去电话 他会先筛选 就是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一对一的 然后看了之后呢 如果是病不严重 他会给你一些小的感冒啦 或者什么怎么样 他会解就是会解决掉 如果再严重 他觉得是严重不行了 他才会把你就是referral 推荐到医院 推荐到医院 去医院 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 就像他刚刚说 都来我们的这个卧的里面 给我们做助手 他们给我们做助手 比如说洗病人 然后就是帮忙洗病人 喂病人吃饭 然后就是联系就各个方面也是挺 就是我觉得还是蛮感动 你觉得呢 是是是 但是在奋斗在医生的医务人员呢 我们自己在那里也是可以说 洗澡摊黑 洗澡摊黑 大致都在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在英国当护士 所有的这些护士应该干的 或者不应该干的护士 都是特别认真地去做了 那今天我是特别特别荣幸的能让你们俩把这个英国的医院介绍的这么详细 而且在这疫情期间呢 你们对这个这个病人的贡献啊 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 而且呢无论你是是中国的也好 是英国的也好 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也都也都好 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护士 为了解决病人的痛苦 照顾好病人 就是你们一生的这个职责 你们是不是这么想 对 我相信里面包含其成的 一个是因为大部分英国的护士呢 就是英国很难找到他本地人 很多不愿意做护士对吧 所以很多护士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那这是起向了一种精神 然后另外就是做一种精神 大家就是来自不同的肤色 不同种族信仰就是different backgrounds 我们走到有缘分走到了一起 都会很很认真的去理行这个职责 就是护士这种就是扶山者 对吗 尽量把我们做到最好 就是说为病人陪有解囊 那这是我们天子 而且我们呢在这种艰难的时候 更是要就是说拿出自己的这种职业精神 然后去安慰病人去去就是协助治疗 对吧 谢谢郭老 你们俩今天说的说的非常非常好 真感谢你们今天来啊 参加我们这个这个频道 而且呢 我觉得肯定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们俩 而且你们俩介绍的特别详细 而且呢 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这个 跟疫情做斗争这种这个时间里呢 你们当护士的一定会有很多这种感情 你们这种东西在里面 因为你们是亲眼看见这些病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有呢病人慢慢的在你们的照顾下呢 就又痊愈了 又又回到这个生活里来了 所以你们的这个任务是特别艰巨 而且又光荣 特别特别高兴今天能见到你们俩 好感谢你们啊 好吗 谢谢你们来 咱们再见 再见 有机会再聊好吗 谢谢你们 好谢谢大家 拜拜